Google打開我是楊琴 今天又是一個素顏的日子了 最近我們這邊好像感覺進入了雨季 所以如果你最近有想要來北法玩 其實北法一直都在下雨啦 如果你有來北法玩的話記得要攜帶雨季喔 離我們家這邊最近的著名經典叫做聖米歇爾山 從我們家開始到聖米歇爾山大概只要一個半小時而已 幾乎來北法的人都會去那個地方 所以如果你要來的話記得要帶雨季喔 今天不是要跟大家聊旅遊這件事 今天是想要跟大家聊聊說 我現在寫鳥的影片想跟大家談談說 日本人的真心跟日本的客套你分得出來嗎 那些年我們被日本人傷的心 從我開始學日文到現在 如果還在用日文這段時間全部都上進去的話 我學日文應該算是已經有七年的時間了吧 這是一段好長的日子啊 小朋友都可以從小英格進入國小了呢 其實我來法國之前的工作一直都是跟日本有相關的 所以說我來法國其實有一部分 算是想要逃避日本那一塊吧 雖然大家都說法國就是歐洲日本 我逃到這個地方來到底對不對 其實我也不太知道 我本來是想要去加拿大打工獨家 然後就莫名其妙被拐來這裡了 我還記得我大學的時候老師就剛剛大一 你大一還大二了 老師就在上課的時候就很認真的跟我們講說 如果有一天你聽到日本人對你講一句 お家に来てください 這句話的話你不可以把它當真 老師就是很慎重跟我說不要把它當真 因為這只是日本的客套話而已 他並不是真的想要邀請你來他家 如果你真的把他當真然後去他家的話 其實他會覺得非常非常的困擾 所以算是從那個時候開始接觸到 喔原來這是日本的客套話 還記得我第一次被日本人傷到心的時候 大概是我大二的時候 那時候我剛開始接觸到日本人 就是日本留學生 真正的日本人跟他們用日文講話 事情是這樣的 我是他們的學伴 然後日本人他們就是很喜歡用 タイ這個字 就是想 他們想幹嘛想幹嘛想幹嘛 我從那件事之後我非常討厭這個字 飲みたい 食べたい 行きたい 然後因為他們剛來嘛 所以我就想說那我就帶他們去南部玩 我跟他們講他們也覺得很開心 啊行きたい行きたい 這樣子講了很多次 那我就把它當真了 好 那我就開始策劃一連串的旅行 一連串的旅程 然後怎麼搭交通車 怎麼住什麼飯店 然後怎樣怎樣 全部規劃好了之後 呃 我們沒有辦法去欸 他們就是面有難色 然後 後面講的話就是很明顯就是 感覺就是藉口 沒有想要去 就是沒有要去 沒有要去的打算 不過那個時候我就很挫折 我很傷心 因為我覺得我花了很多心力 在這個東西上面 結果 當初也是你們說你們想去 所以我才安排的 結果 我全部弄好了 你們來說 啊你們沒有辦法去 你們不想去 你們不能去 之後就是去什麼公共場合 社交場所 就是要自我介紹的時候 自我介紹完 他們聽到說 啊台灣から来ました 然後他們就說 啊台灣行きたい行きたい 然後這樣我就會 其實我心裡就會覺得說 啊真的嗎 你們是真的想要來 還是 是公公的娘娘 就只是講講而已 然後其實我很不喜歡 台灣人把日本人給神人話 第一份工作是在旅行社 然後我常常聽到一些客人說 啊我很常去日本啊 我知道日本人怎樣這樣這樣啊 我幾乎到日本人都怎樣這樣這樣這樣 的時候 就是日本人話很懂啊 什麼的 我都很想吐他們吵 有一次有一個客人他跟我說 他要規劃個旅程 然後去東京 他跟他 他要跟他女兒的媽媽一起 遊東京 然後他女兒的 他女兒是幼稚園 然後他女兒的媽媽是日本人 然後我就想了一下 我就說 那你有 你有問那個日本媽媽嗎 他說 沒有沒有沒有 我們反正我們 他上次也是跟我講好說 那我們下次再去哪裡 一起去哪裡玩啊 去東京迪士尼 什麼之類的 我就很慎衝 問他說 你要不要問一下 然後就說 不會啦不會啦 他不可能是這樣子 我們已經很熟了 他跟我女兒就是幼稚園的媽媽 幼稚園的同學啊 他女兒跟我女兒就是幼稚園的同學 怎麼可能做這種事情 結果當他回來台灣之後 他跟我說 欸陽青我跟你說喔 你講的好像是對的耶 我跟他在那邊的時候 我跟他一起去東京的時候 我就東京迪士尼玩的時候 我覺得他的那個 好像就沒有 我就好像感覺不到他的熱忱 我覺得他好像 覺得很困擾 我覺得他一直會露出 有一種讓我覺得 他好像很困擾的情緒在 因為日本人是一個 也不擅長拒絕別人的民主 我有很多次的經驗都是 我約了人 我跟他們講說 那我們下次再去哪裡哪裡玩 或是我們下次再去哪裡哪裡 逛街吃東西 他們都說 好啊好啊 那我們下次一定要再約喔 什麼之類的 好 然後等到我下次約他的時候 他們就會說 好啊好啊 那我們去 可是他們很常會發生一個情形 就是 他們不太好意思 他們其實不想跟你去 或是他們當天有事 或是什麼之類的 可是他們當下 要不好意思拒絕你 他們都會拖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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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拖 拖到你出發的前一天 或是你出發的當天 我有很多次很多次 被日本人在出發的當天 說 欸我臨時有一個什麼什麼 沒有辦法去 或是前一天說 啊我 臨時有一個什麼 所以我忘記了 然後我們也沒有辦法去 或是我早上說 啊我今天早上身體不舒服 所以我沒有辦法去了 可是你就會 默默的就發現 其實他並沒有身體不舒服 然後他也沒有什麼 就是他就是單純的 他當下 不好意思拒絕你 所以他只好拖拖拖拖 拖到當天為止 我有很多次 被這樣子 拒絕的情形發生 可是他又是一個很難去 讓你了解的一個民族 你不跟他當朋友 開始這樣約起的話 你後面要跟他當朋友 也是蠻難的 所以就是要變成 你要撞牆很多次 很多次很多次很多次 很多次很多次 很多很多台灣人都會覺得說 啊台灣人 啊日本人很有禮貌啊 啊他們都會人很好啊 什麼之類的 可是其實 因為台灣人太好了 台灣人太容易跟人家熟啦 我覺得 所以真的不要把日本人給神 神人化 就是把他升級到一個 很不得崇高的地位 就只是 民族性的不同而已 各位同學 各位媽媽 各位阿姨們 然後各位男生們 櫻花妹對你們示好 並不是真的示好 我身邊有太多 被日本女生傷了心的 痴行男子們 上班之後就更不用說 我真的覺得一切一切都很假 假到我快說不了了 所以我就決定趕快逃離這個地方 好 今天的影片我不想拍太長 因為我不想讓大家覺得我討厭日本人 我只是跟大家講說 我被傷心的過程 你有沒有被日本人傷過心呢 如果你有麻煩請你留言在下面給我 告訴我你的經驗 或是你現在遇到什麼樣的狀況 然後你需要師姐幫你開解的話 那也請你留言告訴我 我會很慎重的回覆你 如果你也感同聲說的話 不要忘記按個讚 然後不要忘記訂閱我的頻道 追蹤我的instagram跟facebook喔 那我們就下次見 掰掰 我剛剛去買了好多東西喔 你們有人想看法國折扣機我買了什麼嗎 想要看的請在下面留言 請在下面留言 請說